想知道为什么有人这么喜欢金融股 而且单纯只压一档赵宫金 就可以在股市里面年龄百万股息吗 今天要介绍一位投资高手叫做大虾 他要教我们怎么样从股市里面 打造自己的百万股息提款机 喜欢投资嗨子网帮我们按赞分享订阅 开启下面小铃铛 要记得按全部开启 才会收到我们最新的影片讯息哦 大家好我是雪人 嗨我是大侠 大侠我知道说 其实你就是有名的金融股王 赵风金王嘛 你手上光持有赵风金就有600多张 而且目标是1000张 那你之前曾经秀过你的对账单 光是台积电这一档获利就将近300万 可见得大侠在操作价差上面是有天分的 也很厉害 价差就是短期嘛 短期可以赚取一个蛮不错的资本利得 那为什么你会从一个做价差的一个投资人 转换成做一个价值投资人 做短线不是赚更快吗 easy money的感觉啊 其实我没有担押一档招风金 我还是有将资金分配在不同的标的上 那我早期为什么要操作台积电 做一个移动停利方法来做价差进出 最主要就是说 你在低档买进 然后股价涨的时候就获利了解 可是我后来有发现 这样忙来忙去 有点像是你200块买 然后卖出的时候是300 然后接下来呢 它又涨到350的时候你再买回 它可能涨到400你再卖掉 这样反反复复你除了要一直盯盘 而且效果还可能还不如一开始就做长期持有 整段的获利还比较轻松 也就是说我们要长期持有嘛 然后参加完整的一个市场报酬 在操作上会比较简单 所以大侠提到一个重点 就是一般投资人在做价差的时候 容易犯的一个错 就是说 当他卖掉之后 他很难再买回来比 他卖掉的时候更高的价格 像台积电这种好公司 它就一直成长 那如果我们现在我持有10张嘛 那10张的价值 如果我是在200块买金 那就是200万嘛 那如果我卖掉 他如果涨到250了卖掉 那我原本可以买10张的钱 现在可能就买不回10张同样的钱了 没错 所以就除了张数减损 你还可能整体市值还不如就是 报长期报长限还来得好 了解 所以你从做一个资本利得的一个投资人 转换成做一个价值投资人 这么喜欢金融股 特别是赵丰金的原因是什么 因为大家都知道说金融股 它就是比较稳嘛 股价比较低啊 配息比较好 但是它就是牛皮股 为什么会这么请我独钟选择金融股呢 其实因为就是因为它牛皮 然后股价稳稳上升 所以我们才不容易因为它股价上涨的太快 而使得自己的薪资 实质购买力下降 因为像去年嘛 台力店涨太快 很多长期投资人这时候就觉得 我原本一个月的可能一年半年的薪资 我可以买一张 就存起来嘛 你可以买一张 然后现在可能要花两年的薪资才能买一张 但股价冲太快了 所以对实质的购买力可能就没有那么强 然后所以我选金融股 因为就是它牛皮 所以当我们发现当市场恐慌来的时候 每一档股票被杀的卖超的时候 它会相对稳健 那这时候我是不是就可以将赵丰金 可能去调整一些账素 去买进被市场杀的更深的股票 我记得去年赵丰金在所有金融股中 它算是表现最稳健的一档 它顶多杀到四年线嘛 那很多像和库啊杀到十年线 台湾水泥啊被杀到十四年线 所以当我们被超卖的时候 市场被卖超的时候 你在最低档 你就可以将杀到四年线的赵丰金 去调整一些去买进 可能像元大金啊 和库金啊 还有那个台湾水泥 然后当市场回涨的时候 你就可以获得这几年一次性的报酬 所以当听起来赵丰金它跌到四年线 相较于其他金融股或是水泥股 是相较跌幅是比较少的 平常我们可以买这种稳健的股票 然后等股栽来的时候 或是市场恐慌的时候 我们稍微调整一些账素 去一些被卖超的标的 都可以获得比较好的 我们平常为什么是专注买赵丰金啊 或是像有些人喜欢中华电信嘛 就是它股性稳 牛皮股 那你股价被下杀的时候 比较不会杀到他们 那这时候我们再用它 来去换被卖超的一些的股票 这都是比较好的一个操作手法 所以就是整个台股就这样下杀 杀的蛮深的 可是一般赏户可能就觉得说 不过就下杀一天 搞不好会下这个两天三天 所以薛儿好奇说 大家是不是有做资金上的调度 所以你才敢这样做 还是说你就一次说话 把它全部买进去 是有资金上的分配啦 因为我其实还有准备 三分之二的资金去继续往下买 怎么会这样买 四月底 那个赵丰金已经公布 它今年会发1.58的股息 所以我们非常确定 8月的时候 它会用多少块出息 我们已经预估它可能会有的股价 大概就是33、34左右 这是很明显的 因为你可以用从股力推它合理的价格 所以当它已经到了合理价格区间底下 那我们就可以做买进 打到年限附近 那我们就在年限附近布局 去承接筹码就好了 所以大家想到一个重点 就是当这支股价 就是已经到年限附近的话 你就会开始 逐步的分批布局 所以我们就说官股金控反倒是在晚跌 不是在晚涨 那你砍下来的话 那你反而官股金控你很确定它 像现在已经5月多了嘛 所以我们很确定它在8月的时候 会用多少左右区间来去除息 至少有90%以上的准确度嘛 那我们就在它下跌的过程中去承接 反而这样能打出 还不错的一个投资的报酬 所以金融股它不是买在成长 而是买在稳健配息 对反正市场上如果有卖钞啊 或是官股金控采雷的时候啊 你比较容易找到进场的区间 所以我常讲恐慌进场 比什么KD2080还准 金融股有没有选股的 配偶 其实大家会想要持有金融股 无非就是因为配息嘛 那配息来讲的话 那长期持有你要想自己是跟谁持有 所以我们要看十大股东有谁 第一个 第二个是看公司的转积能力 第三个是看各大ETF或是基金的一个涵盖度怎么样 我们以赵峰金为例嘛 它的监督者就是金管会 因为它列为大到不能倒 关股银行的监督者都是金管会吗 大到不能倒的监督者是金管会 那基德利益者就是财政部 私会者是谁呢 就是政府 基本上我们会选这种圈子金融股 尤其是关股来做长期投资 就是不要把自己看太高 要知道我们小散户的意见根本不重要 人家几百万大者股东的想法才值得参考 也就是说今天一家公司它的财报的确实度 以及公司整体的体质 如果你没有有利的单位去做有效监督呢 你怎么知道它做的报告是对的还是错的 关股金控有个特色 就是政府有些的政策你必须要去踩 你必须要去做 像去年嘛 因为赵峰金因为政策的需求 所以花了很多人力在人民的纾棍案上 那这个政策的确会影响到金控本身的获利 那因为它是关股金控又不得不做 然后做了你会影响获利 获利也会影响到既得利益者的分红 所以私会者的供应就出现了 因为就政府嘛 你今天你按照我的话来做 然后呢会去影响获利 那你的获利的分红会影响到我财战部的税收 所以我第一个一定要帮你在海外拓跌 政府要点头 你才能在获利版图上做海外的一些布局 或是布点 薛仁还以为你的意思是说 因为私会者是政府 如果因为这样减少获利的话 政府可以这一只眼一只眼就算了 就是税收减少也没关系 没有不行 尽管会在这边去介入啦 为什么只有金融股大到不能倒 不是说无论如何政府一定会硬着头皮 出手相救 透过金管会 你要事前的去针对这些系统性的银行 采取严格的资本要求 以及监督各项市主律 然后强化体质让银行在危机发生的时候 你拥有自救的能力 以及战胜市场的风险 然后最主要就是你不会波及到财税的结构 以及市场的稳定 你最 还有就不要动用到纳税人的钱 强化资本永续经营就是要厚实金控本身的体质 就是刚刚说的 你的监督者要做的 要做的事情 所以只要被列为大到不能倒重要性的银行 就是说你可能要详细去列 如果银行发生资本不足的时候 如何自救该处分哪些资产 哪种种种种可行的一些做法 那有哪些银行是大到不能倒的 六加码 中信 国泰 台北富邦 兆丰金 何谷 第一金 去年很多人讲说金控股不能投资 其实对于我们长期投资金控股的话 金控股就两个行情 第一个就是降息 要不然就是升息 要不是除息前 要不然就除息后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要不然是在半年 就是它的股价在半年线以下 要不然就在半年线以上 所以当市场被卖超或是很看衰金控股的话 我们就慢慢的这样投资 慢慢的进场 分批布局都可以买到不错的行情 因为毕竟金控股 它是我们国家的特许产业 它的股价不能让你每年都贴息 它每年都可以填息 所以我们怎么去买出那个获利曲线 最主要就是要看到公司的转机能力 因为你公司转机能力要好的话 你才有保证你可以在底部买出一个微笑曲线 但是公司转机能力不好的话 你可能买底 还有更低 那买到什么时候才是买到底部呢 所以这时候失惠者的重要就出现了 也就是说它股价 好公司遇到股价下跌 你必须要有 调整本身获利结构的能力 你才能做底部的反转 股价上升太快 其实买得很辛苦 对 那薪水每个月可能之前可以买一张 然后现在只能买半张 当你买进一档股票 隔一天它就开始涨 代表你买太慢 所以当你买进一档股票 它开始连续跌的话 这时候你要知道 你可能是买对时机 因为市场可能看错行情 那看错行情的话 你就要知道它本身的价格 本身公司的价值在哪里 以及它会在什么时间点呢 做一个获利反转的一个情况 要很确定一下公司的价值在哪里 你才可以在市场卖超的时候 进场买进 了解 可是其实投资人很奇怪 都喜欢买贵的股价 就是看到上涨你才进场买 可是它当它连续被卖超的时候 你都不敢进场买 对啊这就是一般散户的特性啊 就是每次一看完 看到红就想要赶快追 看到绿的话就想要赶快卖 台湾的投资人有80%以上 其实都是股神 真的你去打开你的证券交易记录 从第一档开始买进的股票 数到现在 有多少档股票到现在都是 不知道涨几百倍 或是几十倍 或是有翻倍的 那重点你不能长期持有 到现在的原因是在什么地方 不是你选股能力不行 而是在资金控管 以及分批进场的心态 出了一些问题 所以我们只要调整这个资金控管的能力呢 都可以在获利上达出不错的一个效果 其实就是买底部的能力啦 然后你就知道它的一个股性的一个特质 如果真的不想选股的话 就买0050-0056就好啦 那如果你想要选股的话 你可以从这些的ETF嘛 就是0050-0056他们的长期持有的哪些的筹码 和哪些的成分股去做挑选 还有台大的效务基金以及劳退基金 这种成分股去选 因为这些的劳退基金 和台大的效务基金 他最主要就是要投资以稳定 稳定长期获利为前提 因为跟退休金有关系 所以前提一定是要稳定 我们就会以殖利率好 然后流通性加具有产业未来的展望性 为主要的一个布局 就是讲劳退基金会买这些的一个股票 所以像劳退基金或是台大效福基金 他们的持股都会公布在网路上吗 我们都找得到 对都找得到 都可以随时的去搜寻 不过刚刚大小提到说0050-0056持有的标的 薛仁赵为什么大侠情有独钟赵峰金呢 因为他们两个 两档ETF共同持有的金融股就是赵峰金 对赵峰金也是0056号称不死鸟 你怎么去选择要投资ETF或是个股的话 就是看你熟悉程度 你非常熟悉个股嘛 那你就可以利用它下跌的时候连续买进 你要有非常的把握 你就持有个股 那如果你想投资一篮子股票 可是你又不确定股性在哪里的话 那你投资ETF会是比较好的一个报酬 因为最主要我们长期持有能获利的关键在哪里 不是不一定是选股 而是在什么 心态和你资金控管的一个能力 那你逢底部嘛 你就做买进 你这样才可以获得长期又完整的报酬 大侠因为投资2000多万去买赵峰金 可能一些酸民就会说废话 2000多万当然可以给领股息百万 那如果就一般投资散户的话 怎么样打造百万股息连续管机啊 这个 他觉得距离太远了 会觉得我们影片跟题目对不起啦 这个其实也不是这样讲 因为我也不是真的去花2000多万去买进 我是利用它市场错杀的时候 你就错杀到像当年的中美贸易 他被挫杀到25 24的时候就买进啊 那你去年疫情的时候 我给你刷到26块 你买进啊 然后去年除息后 被卖超卖到27块 就买进啊 然后上个月 他被打到年限的时候 大概30块就买进啊 所以每次买进 我不是用33块限价去买 我都是利用恐慌的时候 捡大家穿不着的泳裤去买的 所以其实整体的成本也没有说 我有花到2000多万 就是1000多万啊 那其实投资最主要就是 本金是其次啊 最主要就是你的观念和格局 能不能在恐慌的时候勇敢进场 这才是关键的 所以今天的题目呢 虽然是打造百万股息提款机 但是前提就是说 看好一个标的 然后逢低布局慢慢的买 买到最后就会打造你自己的 百万股息提款机哦 谢谢大家今天的分享 投资朋友们 其实你只要有纪律 有方法 就可以跟大家一样 从股市领到百万股息 喜欢我们的新单元 大侠谈投资吗 有什么问题想问大侠 欢迎在影片下面留言告诉我们 帮我们按赞分享订阅 开启下面小铃铛 邀请大家全部开启 才会收到我们的影片讯息哦 拜拜 拜拜